你都一直被網友講說 你一定會被網友的兇手這樣 對 我是覺得沒有人有這麼大的力量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去做 就是才能做到 大家都不要去跟他講話 被直霸凌全明星林玉树元凶 劉昕宇還原尷尬請收內幕 終於結束了 Yeah 傻瓜 天 很希望趕快把自己的狀態調到最好 因為畢竟你看 場上準備一件無袖的衣服 對 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直接 超重的 我怎麼這麼重 最美一番劉昕宇 從全明星室畢業啦 先前黃隊爆出林玉树 走到霸凌退賽 他在收訪時還原真相 也透露直到錄完總冠軍賽 黃隊都無法擺脫的魔咒 我們通常只要第一項輸了 後面兩項就不妙了 從來沒有第一場輸 然後後面贏過 通常就是輸到底 我們直到最後一集 我們都沒有變 是因為郭哥對於你們 跟伴侶來的狀態 他有被狀態嗎 反正他的意思是說 不管說這個旅程 我們有沒有贏得冠軍 其實對他來講都不重要 就是重要的是我們 大家的感情是非常緊密 這是不可磨滅的 一開始加入黃隊 是你本來就有 新的黃金群的隊伍嗎 我一開始想要去 錢姐那一隊 其實我是 比較不知道怎麼跟異性相處 其他兩個領隊都是男生 所以那時候我就 覺得跟錢姐會溝通上 我會比較 有安全感 後來變成黃隊就算了 然後 還六個男生 只有四個女生 我不知道怎麼跟男生講話 就是除了智宇以外 因為智宇就是 比較算是我們姐妹 所以 姐妹 沒有啦 沒有 因為他就是年紀比較小 然後比較貼心 就很像我弟 他從第一週就很像我的親弟 就一直叫我姐姐 什麼什麼什麼 但其他人的話 包括郭哥 我可能一天跟他們講不到三句話 有一次我們有開會 然後大家把心裡話講出來之後 我才有 就是主動去 找 他們說話 那有沒有寫一句 你覺得 說話前說話後 你覺得有什麼最大腿 我覺得 應該是 我們的狀元定吧 還記得他就是 就是破紀錄 不是帥帥的嗎 因為他每次跑步前 他都會先拍大腿 就很帥 好像很酷 然後穿那種超緊的那種 就是 跑步的褲子 真的深入了解他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他是一個這麼 好笑的人 他口頭禪就是 不是要拚喔 就 就很跟他很違和啊 你是會去看 往我的留言 會走心嗎 其實我都會看耶 然後是到 那個後面就真的都完全一看 因為之前都是 偏好的 是後來才開始有不好的 所以我就開始沒有看了 你都一直被往美想說 你是最大的兇手 對 我是覺得沒有人有這麼大的力量耶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去做 就是才能做到 大家都不要去跟他講話耶 但是我還是想說的是 你們覺得我跟進行很好 可是 那是因為他一開始比較 比較內向 對 所以我會想要去關懷他 但是我 我對於 所有人 對 我不只是關懷他 雖然說 可能不是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把他 變成說是 哇 談心的好朋友 對 但是我覺得 我一定一定都可以把他們當成好的隊友 好的同事 九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我有看到 玉書的一個專訪 對 結果其實他直接說 他跟我不熟 對 可是 我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我好忌恨這個人 我要疏遠他 我要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他的想法 可是 我自己想要對他好 我還是會對他好 像他那個音樂會 雖然我沒有受到邀請 可是 我還是有去訂花 因為我還是會想要祝福他 一切都很順利 所以我還是都會做這些事情 那就更不用講 隊長壯壯跟郭哥 對他的愛是 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在他身上 下了這樣多工資 有 那時候有 你們有一個慶祥 你們有對我那邊打 對 然後就說好像 就改了一個卡氣 就不斷了 看到影子就開槍吧 就是一個 因為那天是我生日 然後前面其實是 排球教練在整我 我還被叫到那個 外面黑黑的地方 他叫我打那個排球 打50下才能進去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奇怪 教練幹嘛 就是幹嘛今天一直 針對我 後來教練說 好啦你進來啦 然後走進去之後 哇我就看到蛋糕 我就超生氣 想說 喔原來被整了 然後我就拿那個排球狂打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完成那50顆 其實我 我甚至連 那天拿蛋糕的人是誰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都 不會特別 知道是誰 或是特別在意這件事情 我完全沒有 意識到 我只記得為什麼教練要這麼兇 所以那天 我有點開心 其實我看到蛋糕 我也開心不太起來 因為我真的還沉浸在那個 我被處罰的世界裡 這個時候進行啊 郭哥他們都放那個線 增加那整個視頻的旋律 哈哈 我覺得郭哥喔 他真的很善良 他寧願就是讓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上場道 他不管比賽輸易 其實我們團隊每一個人 都是非常善良的 我覺得大家不願意把事情 真的真的 把事實輸破 就是最大的溫柔啊 那你跟壯壯淨心 他其他男朋友 跟閒畢就有一些 有啊 彭珠 哇 他出 真的 哇 他跟很多耶 你改天可以問壯壯喔 很精彩 他們桌球事件 很可怕 我親眼目睹耶 一些可憐的桌球們 就被推倒在地上 對 他們說我像一隻 落水的小狗 對 壯壯 我第一次看他這麼生氣 你自己有跟哪個隊員 妳有這樣子有聽到誰嗎 我印象比較深刻是逸祥吧 有一次 就是我們在打核球 因為我手不是骨折 然後因為我通常都是做球的 的那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一組 後來我聽到他就說 你手這樣不行 意思是說 我因為手的關係 影響到我 傳球給他 不好 不行 後來我好像 兩三天沒跟他講話 我並沒有影響到我自己 真的沒有 我就直接跟那個教練說 那個 影響對我不信任 我可以換隊嗎 沒有要講話嗎 講 沒有耶 因為其實 因為後來我就沒有跟他 同隊了嘛 哈哈哈 我就去另外一邊 我就去 哇 我就 對啊 因為我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這樣會影響比賽 這個比賽還可能 就直接 跟他一起吧 不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心裡面 如果大家有一個疙瘩在 或是你對我的不信任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其他女隊員 那你就是跟其他人一起搭配 你覺得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後來有沒有這樣 我跟他關係有關大嗎 完全沒有啊 可是我們也沒有就是當面這樣講 沒有像 沒有像他們那麼精彩 直接 直接這樣對話 你從今天 你也覺得我會在我背上 然後你會卸了我裝 因為過年一定 一定要回家幫忙 對 對 我還問那個 林志宇要不要來我家打工 哈哈哈 好弟弟就來我家打工 幫我搬個魚貨 而且他又很喜歡吃海鮮 我想說很適合你耶 這個菜式超適合你 在哪裡擺 我們家在彰化 在彰化 對對對 我還說你還可以住我家耶 我會公吃公住 然後會給他薪水 多少 一千五 一千五很多 一千 一千一千五 對啊 我真的很真心在詢問他耶 我就答應 他目前還沒 他其實也蠻能吃苦的啦 所以我才問他 但是他其實一直都被 家裡都蠻保護的 蠻衣食無缺的 所以我想要叫他來體驗一下人生 饒舌歌手要多體驗一些 欸你這樣創作靈感 也是會有吧 人家夜市人生 你來試場人生一下 那現在感情 你說黃隊嗎 我說女生 我的感情 目前沒有 黃隊有幾塊 嗯 嗯 而且紅衣是妳的外型 但他是不是很漂亮 哇 黃衣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不喜歡太多那個 毛髮的 他有遞過不是嗎 有喔 那陣子我就狂稱讚他 就哇 你這樣很帥 可是他一脫衣服就 還是毛髮 因為他說這邊真的沒辦法 紅色藍的比較適合妳的 妳講外型嗎 因為其實我還蠻不看外型的 紅衣是很少 哈哈哈哈 紅太一刀耶 哇 沒有啦 我們就是好兄 比較像好兄弟啦 因為一開始我會覺得說 哇 這一季年紀都好小喔 我覺得裡面真的完全 完全每一個我都不行 至少年紀 要跟我差不多的 要比我大 一定要比我大 大一歲也好的那種 但是後來就是經過相處之後 我有覺得 我們隊的那個 最扛狀元 就是ZING 我覺得他很帥的地方是 不只是他在運動上的表現 比如說他會犧牲自己練習時間來 教大家 他其實很孝順 唱歌又非常非常好聽 我覺得他 真的很棒